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让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美股本周窄幅震荡 市场在持续消化一连串喜悠参半的财报 投资人在等待的就是美联储下次的会议 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会再升息25个基点 而本周主要股指是小幅收跌的 道指收盘跌了0.23% 标普500指数小跌0.1% 纳指则是下跌了0.4% 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美股在每一天的测势情况 周一美股震荡收高 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下次会议进一步双席 美债收益率攀升 投资人持续关注CEP的财报 金融股表现是强势领涨 主要股指在周一震荡收红 道指涨了超过100点 纳指则是上涨34点 来到周二美股几乎就没有表现了 股指收在平盘附近 周二盘前大制药厂Johnson Johnson公布了第一季度的营收获利 都优于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 同时还上调了今年的采测 另外美国银行受惠于美联储升级 第一季度的营收获利也是优于市场的预估 不过高盛在盘前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就不理想了 低迷的交易活动侵蚀了投资银行业务的收入 该行手机获利水下滑了19个百分点 在收盘时股指几乎在平盘没有明确的方向 道指小跌10点标普白指数则是小涨了3点 周三美股持续震荡 走势分歧的格局 华尔街持续在消化的是企业财报 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 成长股的压力不小 而Nafis财报失利拖累了通讯服务板块 美联储在周三发布了最新的贺皮书报告 截至4月10号美国的经济活动变化并没有太大 就业成长和物价上涨似乎是有所放缓 而且信贷收紧 在收盘时股指走势分歧 周三倒只是下跌了近80点 纳指则是小涨3点 来到周四美股明确的下跌 开低走低了 特斯拉利润率下滑 使其股价崩跌近10个百分点 拖累了非必需消费类股 而能源股同样也是表现疲软 美联储官员持续紧缩的论调 盛路易联储行长布拉德是支持持续的升息 克里夫兰的联储行长梅斯特也表态 他支持再次升息 股指是震荡走低 道指收盘跌了超过110点 纳指则是下跌就是7点 来到周五 美股平盘震荡 收盘效服收高的 投资产持续消化 这个喜忧参办的财报 标普全球公布了4月份 美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报在53.5这是比3月份加速成长 并且创下了11个月以来的新高 也是连续第三个月高于50这个融合线 可能会加剧美国的通膨压力 在收盘时主要股指小涨做收 道指涨了22点 最后收报在33808点 标普百指数小涨3点 收报在4133点 纳指则是上涨12点 收报在12072点 至于刚过去这周 在经济数据与企业消息方面 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出席了位于孟买的 首家苹果专卖店开幕仪式 并且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重申在印度的投资承诺 另外Nephes将会延后 其全面推出的密码共享打击措施 延至第二季度才会推出 接下来就一块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库克当天亲自欢迎顾客 人们普遍预计 周四新德里的第二家门店开幕时 他也会出席 另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库克将与印度总理莫迪 和印度资讯科技部副部长会面 此举正值苹果继续将重心转向印度 看好其作为消费市场 和制造基地的潜力之际 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 库克指出了苹果在印度的持续扩张 他表示很高兴能够在于印度 开展业务25年之际 继续支持当地客户 投资于当地社区 并共同努力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由于售价高昂 苹果的智慧手机和电脑 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一直很小 约占6% 然而随着全球科技需求放缓 苹果将印度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 视为一个具吸引力的机会 与此同时也加快在印度的产量 同时 随着苹果继续在当地建立零售业务 以及更多客户转向高阶智慧手机 预计苹果的地位将会提高 Netflix公布财报 截至3月31日当季 获利为13.1亿美元 折合美股2.88美元 高于预期的2.86美元 营收从去年同期的78.7亿 增加至81.6亿美元 低于预期的81.8亿美元 公司在财报声明中指出 密码共享打击措施 将延至第二季推出 公司表示 虽然这意味着 一些预期的会员和收入成长 将在第三季度下滑 而不是第二季度 但我们相信 这将为会员和我们的业务 带来更好的结果 Netflix打击密码共享 一直是投资人最关心的问题 公司去年年底表示 将开始推出措施 让一直借用其他账户的人 创立自由账户 Netflix表示 目前这种家庭共享账户 超过1亿个 约占其全球用户群的43% 公司相信 打击付费共享 将确保未来收入增加 因为它将改善其服务 预计在2024年 公司将在内容上 花费大约170亿美元 代表Netflix 不会像一些同业那样 缩减开支 据CNBC报道 Meta周三启动最新一轮裁员 裁员对象主要为技术人员 Meta的裁员行动 反映数位广告市场 极具放缓的局面 在连续几季度发布 令人失望财报之后 Meta去年11月底 宣布裁员超过1.1万人 相当于公司13%的人力 且上个月宣布将再执行 第二波裁员 规模大致与去年底相同 Meta执行长祖克伯格此前表示 4月份的裁员将影响技术部门 而计划在5月进行的另一轮裁员行动 将影响公司的业务部门 据熟悉此事的人士透露 高层管理人员 以及人力资源 法律和财务部门人员 已被要求重新绘制 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图 截至去年底 Meta总员工数 包含脸书 Instagram和WhatsApp在内 约达8.6万人 在Meta传出 将大砍4000人力之后 亚马逊也宣布 开始裁减广告业务部分员工 另外 有消息指出 迪士尼也打算在下周裁员数千人 加信理财周一盘前公布财报 第一季度净盈收为51.2亿美元 高于2022年第一季 但较去年第四季度下降 第一季度调整之后 每股收益为93.3美分 高于预估的90美分 在3月10号 矽谷银行倒闭之后 投资人也连带 对加信理财投下不信任票 认为它属于面临储户外流 或由于利率上升 而导致其债务证券 出现大量账面损失的金融机构 投资人也担心 加信理财的银行客户 可能会将资金转移到 收益更高的替代品 进而迫使该公司亏本出售部分债券 加信在第一季度结束时 拥有3,250亿美元的存款 比第四季度下降了11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下滑30% 加信理财的股价 已经下跌了近40% 其中三月份单月跌幅超过30% 这也是该公司在过去五年中 表现最糟糕的一个月份 美国商务部周二表示 占房屋建筑大部分的单户住宅开工 上月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 年增率为86.1万套 成长2.7% 二月数据由初值83万套 上修至83.8万套 Fed激进的升息行动 已经将房市推入衰退 住宅投资连续7G收缩 这是自2007年至2009年大衰退 引发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来 持续最久的一次 然而迹象显示 房市正稳定在非常低迷的水平 周一的调查显示 全国房屋建筑商协会的 富国银行住房市场指数 在4月攀升至7个月的高点 根据房贷金融机构 房地美的数据 房贷利率已从去年的高点回落 广受欢迎的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 从11月初的峰值7.08% 降至上周的6.27% 疫情过后 大家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但是有一些变化 却难以完全地恢复 例如远距上班 即便到目前仍有不少公司 维持着员工弹性 进办公室部分远距上班的模式 这使得办公大楼的需求减少 空置率上升 商业地产的价值也因此大幅的下跌 摩根士坦利就预估 美国的商业地产价格 可能会从高点暴跌40% 再加上利率的持续攀升 分析师警告 接下来恐怕会有地产商 因为缴不出高额的贷款而爆雷 成为金融市场另外一张骨牌 究竟美国商业地产目前的情况如何 而商业地产如果爆雷 对金融市场又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呢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在三月矽谷银行倒闭 引发银行业危机之后 多家华尔街投行开始警告 美国商业地产恐怕是下一个地雷 而现在这个地雷很有可能 由知名地产商Brookfield引爆 最近披露的一份商业抵押贷款文件显示 Brookfield旗下基金拖欠了12栋办公大楼 合计超过1.6亿美元的抵押贷款 这批爆出违约的办公大楼 主要是在华盛顿特区 报道指出 在1.6亿美元债务涉及的12栋办公楼中 去年的平均进驻率降至52% 远低于2018年这批债务成销时的79% 新冠疫情爆发后 远距工作和住办混合上班的兴起 办公大楼的控制率持续上升 华盛顿的办公空间价值截至3月 较去年同期下跌了36% 房产安全管理公司提供的刷卡数据也显示 华盛顿的办公大楼平均进驻率 目前只有约43% 还未回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此外数据也指出 纽约曼哈顿大约4400万平方米的办公大楼当中 第一季度也有超过16%的空间 无人使用 足领量处于2021年第二季以来的最低水平 办公大楼的控制率进一步攀升 不但是商业地产价值大跌 也加剧了市场对商业地产爆雷的担忧 摩根什坦利财富管理部门警告表示 美国商业地产价值可能暴跌40% 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水平 与此同时 数万亿美元的商业抵押贷款债务 将在未来几年到期 可能使业者处于更高的利率环境当中 业界人士担心 半空的办公大楼会产生更广泛的连锁反应 商业地产价格的螺旋式下跌 会损害到房地产以外的其他行业 商业地产遭承受打击 受当其冲的是冲击到中小银行 过去十年 小型银行在商业地产贷款上快速成长 从2012年大约8000亿美元 过去两年急剧上升到2022年的2兆美元 而令人不安的是 资产不到2500亿美元的中小型银行 约占了商业地产贷款的80% 小型银行在商业地产市场上的杠杆率过高 已经到了千亿发而动全身的时刻 在矽股银行倒闭后 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 如果商业地产也因为房产价值下降 使得地产商较不出贷款 进而引发爆雷及骨牌效应 将会是未来几个月内 投资人最值得关注的发展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 我们将电话专访华尔街资深投资顾问陆兆祥 请他来分析一下 美股市场最新发展 以及他的操盘建议 我们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